下面将要进行的是 新西兰选手托马斯在二道 德国选手古斯在六道登场 中国选手李兵杰今天在三道参加这项比赛 古道是美国选手李士弥斯 以及四道在过去的三届奥运会和四届市警赛上都获得800次冠军的美国名将莱德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莱德基不但是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女子800米自由泳 历史排名前26个最好成绩都属于她一个人 比赛开始 李兵杰对于这样的一场交锋肯定并不陌生 在五年之前同样也是这个泳池 15岁的李兵杰就和莱德基同场竞技 在那一届的世界锦标赛当中 李兵杰的女子400米自由泳以及800米自由泳都登上了领奖台 在五年之后我们看到两位选手今天还是临到的 莱德基呢 从她比较小的时候就展现出非常强大的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天赋 也被称作是和少女仿佛体内有无限的力量 可以推动她不停地拿到各项赛事的中长距离自由泳冠军 现在已经不再年轻的和少女虽然和自己最顶峰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成绩上的落差 但是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无人能敌 莱德基还是采取一贯以来的战术 从比赛的开始阶段就要游出去 这位运动员呢 他的技术和战术都是非常成熟 而且是很科学的 一年又一年的世界大赛的打磨 已经精密的像一气一样 应该说中长距离自由泳 总体来说是一个对年轻选手比较友好的项目 像在今天出场的这八位决赛选手当中 有四位都是00后的运动员 那另外的四位虽然年龄比较大了 但是我们基本上看到 尤其是以来的基作为典型选手 他和自己最顶峰的时间 他的这个成绩相比还是有一些落差的 主要是因为人的运动能力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 一般在比较小的时候是打有氧耐力基础的一个好的阶段 等长大了之后 肌肉的能力和爆发力也逐渐的发展起来了 力量也增长起来了 那这时候呢会有更强的速度能力 而在小的时候 有很多的运动员都是从长距离开始练起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不管是男选手还是女选手 一般中长距离自由泳的运动员出成绩都比较早 像莱德基现在已经25岁了 他的个人的一个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 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到2018年游出来的 现在300米过后 莱德基已经领先第二名两秒多 像这样的一个成绩对比的话 是不是临到其实这种作用就并不是很明显 因为运动员俯卧在水中 这么远的距离 他是看不到来得及的 那这时候礼宾节 他的一些参考的对手 就是自己身边的领导的二道 还有如果在呼吸的时候 能够远远的隐约望到其他的对手 莱德基还是保持领先 目前排在第二的是 米尔沃顿来自澳大利亚 在中长距离自由泳当中 转身的作用也是格外的重要 如果有一个好的转身技术 确实是可以更加轻松的 来提升自己的成绩 转身技术并不只是来到边的 这一个跟头的动作 它包含比较复杂的环节 包括进入到跟头之前的 道边加速跟头 登出以及登出之后的 头挤下滑手和第一次的呼吸 我们可以这样的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人类一般一眨眼的功夫 是0.2秒到0.4秒 如果一次转身 能够提升0.1秒的成绩 那么800米呢 一共是15个转身 就是1秒半 这样呢 实际上放大到整个比赛当中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绩对比了 海德基确实还是能力比较强 他从比较小的时候 就跟着男子运动员训练 所以从很早的时候 确实是就 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 就处于一个无敌的状态 那现在呢 他也是凭借三教育会和四届世锦赛 都夺冠的成绩 那也成为了目前历史上 最成功的游泳运动员之一 现在600米过后 海德基和其他对手的差距 已经越拉越大 这个镜头看得比较清楚 其实海德基的滑水技术 和其他的选手 有比较大的差别 尤其是在前程游进的时候 他很少使用自己的打腿 一般使用的是两次腿的技术 而且这两次腿呢 也并不太用力 主要是一个保持身体平衡的作用 进入到后程的加速阶段 会稍微的加一点腿 最后的冲刺呢 腿的频率会更快一些 目前礼宾节的排位是第八 但最后的时刻 能够继续地再提升一些 还剩最后一圈 现在中国选手李宾节的排名 已经来到第六的位置了 我们的镜头当中 只能够看到 莱德基和最顶端的澳大利亚选手 莱德基的领线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这样来看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他的成绩有可能是要破8分10秒 那这就是一个对于他本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表现 来到终点 8分8秒04 8分8秒04 这也是历史第五好成绩 今天这场比赛 美国选手莱德基还是赢的 实在是优势太大了 澳大利亚选手密尔沃顿 获德基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8分8秒04 莱德基也确实是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竭尽全力 把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 是提高了将近1.3秒 这也是他本人 自2018年之后的个人最佳 中国选手李宾杰 在最后时刻 还是提升了自己排位 名列第五 女子800米自由泳的最终成绩 以及排名 美国选手来了几 获德基获得了冠军 澳大利亚选手 米尔沃顿拿到银牌 夸达雷拉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 获得铜牌